唐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盛世 想到唐朝当然就会想到唐师 但是唐朝的唐师却是我当学生时期最头痛的 当时的诗人随便吟诗一句 我就有可能多一份作业 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陈子昂 陈子昂出生于西元661年 是住在四川的富二代 陈家不只很有钱还很会帮助穷人 住的地方也非常豪华 但是陈子昂却不爱读书 可能从小抓周抓到刀子 十七八岁还不会四字 反而喜欢弄刀弄墙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有钱的八加九 有天陈子昂和他的朋友一起玩陈子昂的小剑剑 陈子昂耍剑时伤到别人 差点被县令抓去关 家人不知道靠了多少关系 还有多少的钱 才把陈子昂给救了出来 陈子昂出狱之后 陈子昂的父母强制没收武器 再把陈子昂丢去读书 但是八加九的性格还是没变的 陈子昂不想读书就是不想读书 还常常会翘课逃学 直到一天听到老师说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这句话就戳中了陈子昂的心 当天陈子昂回家洗澡 思考人生 一个晚上就从八加九的人生毕业 陈子昂的转变非常的快 古人有句话叫做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18岁刚剪起书本 隔年就跑去考试 不意外的落榜 读了几年之后 22岁的陈子昂想考第二次 因为对于考试规则不熟悉 陈子昂觉得很意外的落榜 陈子昂开始分析失败的原因 唐朝的科举 非常的不公平 考试不能光只有才华 如果有人推荐 就会增加录取率 通常不会录取 没有人认识的路人家 在四川 陈家是一个名门市家 但是在长安却没有人认识 所以陈子昂在思考一件事情 如何能让所有人认识自己 如果用一般的方法 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必须要用特别的方法 有天陈子昂在路上逛街时 看到西域来的商人 在路上卖东西 从西域来的东西 本来就很贵 里面最贵的是一把湖琴 商人开价就要百万两银子 百万两银子可是个大数目 当时的一品大关 工作大半辈子可能才会有 商人在看这边 有没有盘子可以敲 然而陈子昂最不缺的就是钱 这时候陈子昂跳了出来 把这把百万湖琴买了回去 还当场放话 隔天要在旁边的酒馆演奏 但是陈子昂完全不会弹琴 到了隔天 果然一群吃瓜群众 有人想看是哪位盘子这么有钱 也有人想听这把百万湖琴的音色 总之台下每个人 眼神中都充满了好奇 这时陈子昂抱着百万湖琴出场 结果陈子昂当场把百万湖琴摔烂 随即拿了自己的诗给民众 民众觉得没请可听 既然来了不妨看看诗吧 看了之后觉得陈子昂写的非常的好 陈子昂就这样花了百万两倾销自己 直接登上了热搜排行榜 被炒作成摔琴歌盘子歌 此时的陈子昂已经不是一般人 而是长安的当红榨子鸡 不必再担心被默默的做掉 所以陈子昂就再考一次进士 隔年很神奇的就考中了 还认识了杜甫的爷爷杜省岩 陈子昂考上进士时 唐高中李治就在洛阳驾崩了 皇后武则天当时垂帘听证 冬接回长安安葬 但是文人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管不住嘴巴 陈子昂的工作还没着落 就写了一篇建凌驾入金书 给未来的老板 内容就是反对武则天的做法 陈子昂认为唐高中在洛阳驾崩 就安葬在洛阳就好 不必浪费人力物力接回来安葬 武则天看完之后 就亲自接见陈子昂 陈子昂用他那根舌头 成功的通过武则天的面世 当了一个九品芝麻官 后来武则天登基为皇帝 陈子昂升为宪官 可以公然的反对朝廷 但是陈子昂在朝廷上的所有建议 几乎都全部被驳回 因为陈子昂势单力薄 唐朝的政治就是要结交党派 34岁的陈子昂 被官场的集团排挤 莫名其妙的被抓去关 虽然武则天最后让他官复原职 但是陈子昂在官场已经没有斗志 36岁的陈子昂随军出兵器单 担任随军参谋的职位 既然在朝廷无法发展 那就到军中发展看看 但是军中和朝廷都是一样 陈子昂在军中的所有建议 也全部都被驳回 因为将军觉得陈子昂是个文人 他不会打仗 最后陈子昂被降职 他只好跑到了幽州台来写诗 成就了千古经典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如怅然而替下 表示对唐朝彻底的失望 西元698年 37岁的陈子昂提出辞呈 武则天表示 拜拜 不久陈子昂的父亲过世 照理说会受伤三年 但期间却得罪了一个县令 陈子昂在狱中为自己占卜 占卜的结果是大凶 不久陈子昂就过世了 得年才42岁 因为唐师是陈子昂起头的 所以被称为师祖或是师骨 当时武则天旁边有个女宰相 名字叫做上官婉儿 据说陈子昂就是被上官婉儿陷害 陈子昂追求唐师的革新 反对魏晋时期华丽的文章 所以和华丽的上官婉儿不同 支持上官婉儿的就是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用自己的名字 命名为上官婉儿 当时朝廷吹的就是上官婉儿的风 陈子昂带齐的革新运动 和上官婉儿的上官婉儿完全不同 所以陈子昂就被上官婉儿陷害 觉得我讲解不错的 请帮我按赞订阅 请 Moltekin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搔